人类当中有些人是想尽办法也要活下去 也有一些是患上绝症生不如死的人 选择自我了结生命 这就是充满争议的安乐死 也有人称它为合法的自杀 合法不合法也要看你在什么地方 美国加利弗利亚州 最近成为美国第五个合法化安乐死的州属 可以预见的就是合法化安乐死 自然会引起争议和讨论 来听听不同立场人的看法 再好好思考生命的真正价值 去年十月份 美国加利弗利亚州州长杰里布朗 签署了安乐死合法化法案 出发点是让病人有多一项选择 这项法律已经在今年的6月9号落实 不过法律也规定 必须有两名医生 在相隔两个星期的时间 判定病人已经活不过六个月 而且在做决定时心智正常 病人才能提出书面要求 让医生开药给他吞药自杀 癌症病人特立毗洛维奇 非常欢迎安乐死的新政策 因为他曾经亲眼目睹 妈妈病得躺在床上 动弹不得地狼狈 同样是癌症病人的马特 每一天要吞下大把大把的药丸控制病情 他曾经是一名强壮的海军 但是他很清楚 自己的病情只会不断地恶化 他和家人也一直活在痛苦和绝望之中 你并不想让你爱人的痛苦 我已经看见他痛苦很多了 他和他的妻子正在考虑执行安乐死 马特认为安乐死可以结束他的痛苦 也能从此让他和他的家人 得到心灵的平静和安宁 尽管支持安乐死的人数不少 但也有一些人担心法律会被滥用 每一个人可以对安乐死有不同的看法 而这场医学伦理和道德原则之间的辩论 也会一直地延续下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